花莲市再度蝉联花莲县省电王 那么台电今年夏季举办的2021年节电启用活动 并公布了2020年的全国县市节电冠军地图 其中花莲县的节电王由花莲市夺冠 那么台电花莲营运处长吴耀明 则是特别前往到了市工所来颁发第一名的奖杯 那么由市长魏嘉贤代表领奖 并感谢全体市民的配合 也鼓励各界一起落实节电生活 根据台电资料显示 花莲市去年节电度数710万度 节电成效达41.37% 台电花莲营业处处长吴耀明 感谢市长带领全体市民来响应全民节电 也期许民众要以正确用电习惯 身体力行节约能源 109年的每一期的用电 那它会跟108年同期去比较 那如果有比108年同期的用电度数减少的话 那台电就会有一点电费的奖励回馈 那最少每一期有84块 那每一度每节一度的话是0.6元 那如果你节的度数 是我们花莲县的第一名 所以特别来看看市长 也特别来颁证一个奖杯 市长威嘉贤表示 花莲市蝉联全县节能王要感谢全体市民的配合 而市公所从三年前也全面加入节电行列 更换了省电装置 大幅降低市公所电费支出 我们首先谢谢我们台电花莲业处的吴耀明处长 在上任之后也非常积极的来宣导各项节能的一个方式 那也宣导各个机关能够请民众来做相关的配合 那我们在此也要谢谢我们每一位里长 也肩负起这样子跟李明宣导的一个责任跟工作 那在花莲市的部分 这一次又蝉联到整个十三乡镇的一个节能王的一个部分 那我们也非常感谢所有市民朋友的大地配合 花莲市的部分像我们公所 也换了非常多节能的一个电灯的一个系统 那真的大幅减低了很多不必要的一个电费 那我们再次也要呼吁所有民众 那因为国际有很多的碳排放权碳交易的部分 已经慢慢的在各个国家开始形成一个氛围 那如果说我们减少用电 除了可以增加我们自己国家的一个交易成本之外 可以减少一些不必要的支出 那我们也可以帮助整个环境能够更好 那我们爱自己的环境要从自身开始做起 谢谢大家能够一起来节电 市长魏嘉贤也呼吁民众要爱自己的环境 从生活做起 借由随手关灯 态换节能加电减少电费支出 聪明节电也为自己省荷包 达到省钱兼顾环保的目标 也希望大家一起来节电 踊跃参加节电奖励活动 这日会欢迎市报道